大家好,刘亦菲泰国之行 其实就是为了参加她好友的婚礼 同为演员的李欣这个婚礼 李欣和刘亦菲在拍摄白摄传说的时候 结识两人一见如故成为了一个闺蜜 李欣的老公是泰国华裔演员宋承宪 两人就是15年的时候公开这个恋情 刘亦菲在泰国之行当中展现了不同以往的风采 他不仅穿上了泰国的传统礼服 还尝试在泰国的美食文化与当地人谦密的交流 体现了异国的魅力 他还在泰国的寺庙中为自己的家人祈福 表达了对生活的感恩对未来的期许 他这个照片和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很多人的观看 许多网友赞美他的美丽和气质 称他为神仙姐姐 国际饭东方公主 刘亦菲这种泰国之行的意义呢 就是为了寻找自我和平衡 刘亦菲泰国之行 其实是一个寻找自我和平衡的一个旅程 作为一名国际知名演员 刘亦菲这个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都不小 他不仅就是面临各种各样的角色的挑战 还要应付媒体的关注以及舆论的评价 他这个感情生活也不是一番疯乱 反正最后都以分手而告终 刘亦菲的私生活不是完全自由的 他这个一举一动受到了公众的关注和评论 在这样的环境下 刘亦菲需要找一种方式 来就是释放自己的压力 调整自己的心态 平衡自己的生活吧 刘亦菲的泰国之行呢 就是他选择的这种选择 是通过旅行来放松自己的身体 拓展自己的视野 最后就是说刘亦菲泰国之行呢 这个是一个有意义的旅程啊 不仅为了好友祝福 还为了自己祈福啊 他展现出不同的风采 寻找这种平衡吧 就是作为一个人啊 我们要有这种梦想有快乐啊 刘亦菲呢是值得很多人学习和欣赏的人啊 他是一个真正的明星 大家对于刘亦菲的泰国之行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就是感谢大家在留言啊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啊 期待下期与大家再次相见 拜拜